这是三桥成太郎干掉大boss神父的最佳时机 苏醒的成太郎火力全开 艾梅斯射出四颗子弹 射向空中的神父 神父招出了替身当子弹 成太郎趁机发出大招 时间立刻被暂停 只有成太郎能动 成太郎拿起身边的长矛 奋力向神父的脑袋扔卷 只要时间一恢复 神父立马就会爆头挂掉 然而神父的眼睛在最后一秒却动了 时间恢复 神父的踢身挡住了几段 长矛却刺中了神父 神父之下会被干掉吗 咱们从头讲起 神父和啾啾大战 啾啾以及欧拉暴击拳 狡猾的神父用天歌当挡箭牌 天歌不幸去世 神父离开去了卡纳维拉尔角 肯尼迪航空中心 神父要在那里启动天堂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要重启世界 让人类提前知道未来 从而觉醒 神父和铁奥的儿子小婴儿和铁 竟接出了新的提升 竟然将这个地区的重力改变 将垂直的重力变成了水平重力 牛顿要知道这事 非得从棺材里爬出来 跟神父拼了不可 所有的物铁都开始横向坠落 而神父自己却不受影响 神父有了新技能也兴奋 他感觉发现了去天堂的钥匙 就是重力 只要再等36个小时 星月的时候就能开启天堂计划 另一边 九九追到神父附近 用线牵引 背着按摩来到一个亭子上 旁边有两个妹子 在上wc时重力改变 直接水平坠落 有一个妹子挨落着半个屁屁 此时 神父的新地生向啾啾走来 他满头绿 包括半个身子 他就是神父的新地生 星月 能力十分的变态 星月一拳起来 啾啾一挡 紧接着 啾啾的手臂 受到重力效果 把铁板都压得 凹陷了下去 不仅如此 九九的手指 竟然里外翻转 手指从手背掌了出来 九九堂着 嗷嗷大叫 神父的心提升 星月的能力是 以本体为中心 逆转重力 越远离本体 水平坠落的速度越快 直到三公里外的地表 星月的物理伤害一般 但能让触碰到的东西 因重力反转而变得离外反转 本体的肉铁也可以内外反转 可用于躲避攻击 九九意识到 不能被他的拳头碰到 星月进攻 九九只能左手右闪 瞅准时机 至于一个上钩拳 把星月打飞 星月一个招后 想攻击九九后背 世界赶紧欧拉欧拉 挡住所有的攻击 但还是被星月 踢翻在地 九九把安波 甩飞到安娜苏那里 九九一招朝天脚 踢中了星月 可小腿 却被星月的双拳击中 这下惨了 九九的小腿 拧成了麻花 开始从内向外翻转 紧接着星月又是一拳 九九故意的 用小腿和手接住 正所谓 负负得正 被翻转的手和小腿 再次翻转 反而震了过来 九九赶紧缝合伤口 看着嘴角流血的星月 九九看出 看来对方呢 也怕无力攻击 也会受伤 星月一个气沉淡田 接着重拳出击 但被九九轻松过过 星月又招扫堂腿 九九一招先鹤斩制 巴住房边 一起雷霆角 星月插点痛痴天灵盖 星月降下钢板 一招重力波影 竟然将钢板 重塑成脚靠 扣住九九的脚 这一下 九九不能动了 危急关头 安纳苏背起星月 星月刮飞铁砖 重拍在安纳苏的脑门上 安纳苏光速坠落 九九呢 担紧陷化手臂 线照顾安纳苏 居然扑向了星月 一瞬间 就累住星月的脖子 星月遭到压制 安纳苏悬在半空 星月被雷得 眼看掉窒息 突然星月抓住了线 线立马也被翻转 开始爆裂 正不断地传向九九 安纳苏大惊 要是传回来 九九当场就得劈开肉战 他赶紧让九九断线 但九九不肯 断线的话 安纳苏就会掉下去 反拍一摸地砖 地砖立刻砸向九九 九九赶忙让实铁 欧拉挡下 星月趁机彻底抓住线 线开裂的速度急剧增快 危急关头 安纳苏让自己的替身 潜行者 和线融为一体 下一秒 他的身体就劈开肉战 替九九挡下所有伤害 九九抓住这个机会 爆锤星月的脑关 没争想 竟然被隔空弹开 紧接着 有人出现在战场 居然是神父 神父靠近九九后 九九竟然直接扶了起来 神父解释 我的心体神叫星月 是白色和绿色婴儿 结合的产物 能以我为中心 逆转重力 这时星月挣脱了线 一记铁拳 抱穿九九的胸腔 九九的肋骨直接折断 最后 心脏惨遭震炼 并且内脏开始翻转 九九的身体 开始浓缺 扣涂番茄汁 神父认为 九九必死无疑 神父带上的天堂计划 舅舅向远处坠落 安娜苏愣在原地 小安波呢 都累崩了 吓死我 虚伤就这么死了吗 就在此时 安波的手机响起 他掏出一看 是条短信 居然是三乔成太狼发来的 内容是 九九还活着 快去救他 我一会儿就到 安波赶紧向消息 转告给安娜苏 安娜苏很正经 他招出潜行者 让潜行者八地去追神父 挑剔九九除掉神父 同一时刻 神父也察觉到 九九还活着 他简直不敢相信 明明击碎了九九的心脏 怎么还能活下来 神父搜寻九九的中介 发现玻璃上挂着九九的衣服 神父断定 九九躲进了办公楼 而安娜苏已经扑到神父背后 星月一击全 安娜苏经营突变 居然吐出一张陌生的脸 自行抱头后 飞出玻璃碎片 瞬间刺破神父的坚固 下一秒 真正的安娜苏 就现正在神父背后 潜行着重掌冲击 神父却自行翻转脑袋 躲过这波攻击 神父对安娜苏 发出致命打击 紧要关头 突然 有人拍他脑袋 他一回头 就看到 九九的蝴蝶纹 神父大惊 赶紧召回星月 对准全方就愚痛乱打 然而 九九早已溜掉 神父有点心慌 这到底啥情况 难道九九成鬼了吗 这时 神父发现 办公楼里有雪界 他立刻追进去 发现雪界 一直寄到通风管 他拿起汽油瓶 将汽油灌进了通风管 接着拿大火机点燃 火石卖引进通风管 直接发爆炸 忽然 他被九九扔起脖子 直接按在桌板上 怎么时间都睁不开 他立马将脚 朝向火焰 火焰被他牵引 坠到地面 九九双手松开 星月呢 又一起叮叮拳 夹住九九手臂 手臂一顿时翻转 神父大喜之介 九九的手臂上 突然钻出一堆线 形成了一个数字八 而且在高速的旋转 紧接着 手臂就修复了 手指也是如此 神父有点蒙圈 这时九九出来了 他的上半身左边 一个大大的数字八 原来 这是九九 破解星月翻转能力的绝招 用线形成 莫比乌斯环 这种环 手指摸上举不放手 一直向前 就算翻转了 也会感觉不到 这种环呢 没有里外之分 这是十九世界 德国数学家发现的 刚才星月 吹击九九胸腔尺 就用这个办法 多过了致命一期 神父暴怒 让星月过去 吹九九脑袋 看九九怎么修复 师姐出来应对星月 但还是露了一拳 还好只是擦边 打中了九九的头 九九赶紧用线救负 很快 头上就修复好了 但胸部呢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神父从警卫的尸体上 拿到一把手枪 对准九九 就是蹦蹦死枪 子弹飞了过去 九九呢 已经没有多意的 下来抵挡 千军一半之间 时空突然停滞下来 子弹定在半空 所有人也静止不动 紧接着 一只大手 移开了九九 子弹顺便打空 神父有点蒙圈 就见白金 骤然现身 一记尤拉拳 就将臣妇吹出楼外 神父的脑袋 夹在门框上 十分狼狈 就见三条陈太郎 和艾米斯赶到战场 之前 就把父亲的光盘 让财团带了回去 成太郎 才从植物人状态苏醒 然后迅速来支援女儿 这下主角团聚集 神父陷入暴位之中 九九呢 看到老爸来救自己 很是感动 成太郎握着九九的手说 这时 神父挣扎着爬起 巨猿利用重力 扶起自己 成太郎的大招 暂停时间 让他顿悟了 时间和重力的关系 是因为三六小之后 地球和月亮的重力 符合执行天堂计划的要求 如果能 自行撞到出那股重力 就没有必要等星月了 成太郎让艾米斯 拿起手枪 对准神父 射出四把死亡飞弹 神父招出星月阻挡 成太郎 趁机发动大招 时间立刻被暂停 只有成太郎能动 成太郎呢 拿起身边的长矛 顺利向神父的脑袋扔不去 只要时间一恢复 神父立马就会抱头挂掉 然而 神父的眼睛 在最后一秒却动了 时间恢复 星月打出了子弹 长矛虽然刺中了神父 但只是从脸部划过 划出了一条深深的血印 但却没有抱头 被神父躲开了 成太郎很吃惊 神父趁机逃上了 火箭发射基地的太空船 随后 他的身体 就绽放出树导神秘光线 还声称 找到了天堂的位置 神父身上的光芒 更加刺眼 这时神父开心地说 神父能重启世界吗 我们下集接着说 对了 波勒说个重要的事 最近表弟伯爵 开学走了 之前波雅也去上学了 看来还是不稳定啊 波勒现在四个频道 如果都自己写解说词 录音和剪辑 时间根本不够 现在波勒 一天就睡六个小时 其他时间 跑去吃饭的时间 都在做视频 全年365天 都没有休息日 我是一只很努力的熊熊 波勒也不想脱羹 所以波勒决定 仅仅在这个动漫频道 波勒找了个AI机械音 来帮我录一部分 这样也比较稳定 更新也快 还有好多好看的动漫 等着咱们做呢 希望天粉们理解 就是这只熊熊 脖子 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脖子 虽然我们熊熊没有脖子 但我就叫这个名字 我是一只机械熊熊 我也算是波勒的弟弟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 嗯 说得不错 我们熊熊没脖子 也挺好的 要么在结婚时 还得给母兄买项链 既然没脖子 那就不用买咯 本期是 舅舅的起码冒险 第六部 吃吃海 大结局中篇 下一集呢 就是舅舅的大结局 本期问题 现在的神父 拥有提升心悦 如果和三桥陈太郎单挑 你觉得谁会赢呢 觉得陈太郎赢的 扣三一 觉得神父赢的 扣三二 好了 本期内容交着了 这是波勒新铃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